故事要从三个小年轻窃贼讲起 分别是小白鸟和大胡子以及女主角 他们入室盗窃的规则是不拿超过一万块钱的现金 否则万一将来被抓就属于大额犯罪要做十年以上的牢 但是他们就这样小打小闹着冒风险入室盗窃 赚不了多少钱 生活还是很拘谨 有一天大胡子给大家说了一单大生意 有个退伍老兵独自居住 他的女儿被一个富家女开车撞死了 于是退伍老头就获得了一大笔赔偿金 小白鸟说我们不能偷这么一笔巨款 这绝逼会引起警方的注意 但是其他俩人说去他喵的规则 这小打小闹的何时是个头啊 干一笔大的以后都可以金盆洗手了 小白鸟毅然拒绝 可是后来女主角发短信求了求他他就答应了 还敢不敢有点底线啊 你这个混蛋 三人前去老人住宅踩点 发现原来这个老人竟然还是个瞎子 哎呦那这个活也太好干了吧 难度系数又低回报率又高 连我都有点小心动 忍不住想跑到这老头家里偷上一笔 然后我一发财就再也不用辛辛苦苦的 每天做视频了 好吧别做梦了 还是接着做视频吧 到了晚上三位小偷来到老头家 先扔过去一块三步岛 让老头的狗狗睡着 但是在进屋的时候 发现这老家伙的门锁的还挺死 于是女主角就只好打破玻璃翻窗进屋给两位男士开门 进门后为了不让走路时发出声音 大家就把鞋给脱了 接着分头行动 小白俩和女主角负责找钱 大胡子负责上楼 用迷药让老头昏睡过去 迷晕之后 大家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 直接放开手脚大干 有一扇门被锁得死死的 大胡子拿着敲棍 费了好大的劲也打不开 于是他就掏出来一把手枪小 直接把锁打坏 小白俩一看这家伙竟然带枪来了 老子不玩了说完转身穿鞋走人 大胡子没管小白脸开枪打坏门锁 此时老头突然出现 问是谁在屋里 大胡子一看这迷药竟然没起作用 眼下已是避无可避 就撒谎说我喝多误闯进来的 老大爷您别着急我这就走 老头往前挪布踩到地上的锁环 赶紧伸手去摸之前被锁死的房门 果然已被打开 大胡子说我知道你在屋子里藏了什么 我要带走他 你别乱动否则我开枪了 老头抬起双手向大胡子靠近 然后猛然向前一串出手将大胡子制服 并用枪对准他的脑袋问你们有几个人 大胡子赶紧求饶说只有自己一个人 于是老头双手发力开枪把大胡子爆头 不是我说你啊大胡子 你说你就一个人你不是找死吗 你要是说你还有五六个队友呢 那老头当然就不敢杀你了 真的没有死于愚蠢 女主角见此情形吓得立刻躲进衣橱 而正于离开的小白脸听见这一声枪响就又拐回屋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进屋只见老头气势汹汹的向他这边走来 小白脸赶紧贴墙躲避 老头把门重新上锁并且给窗户封死断了这二人的退路 然后去衣橱打开暗阁里的保险箱看看钱是否还在 摸了摸钱果然还在这才放心 不过保险箱的密码刚好被躲在衣橱的女主角给看了个正着 紧接着老头开始处理地上大胡子的尸体 小白脸找到女主角 俩人把保险箱的钱搜刮一空 戴上钱想逃走却苦于没有出路 于是只好走进地下室想从地下室的另一个出口逃出去 与此同时老头在门口摸到了两双鞋 很明显屋里还有人 然后他着急忙慌的又一次去查看保险箱 这下老头彻底崩溃了 正发愁怎么把小头给找出来的时候 小白脸和女主角在地下室碰见了一个被绑起来的女人 被绑的女人一动带着上面的铃铛发出了响声 老头随意识到人就在地下室 被绑的女人跪求二人将她救出去 女主角问她是不是就是撞死老头女儿的附加女 对方点头 小白脸说没时间了我们先逃走再说 可是女主角也不知道哪来的正义感非要救出这个女人 然后他们打开旁边的保险箱 果然密码都是一样的 拿到里面的钥匙给女人解绑 然后一起开门走人 没想到老头竟然在出口出等着他们呢 他二话不说举枪便射 子弹擦伤小白脸的耳朵 紧接着老头又是连射竖枪 被绑的女人脸部中枪倒地身亡 小白脸和女主角赶紧躲避 老头下来摸了摸尸体 大喊着 No 我的宝贝 诶 这个女人怎么会是你的宝贝呢 她不是撞死你女儿的仇家吗 难道你长期绑架人家 还跟人家培养出感情了 老头把电闸拉下 屋里瞬间黑的伸手不见五指 大家都变成了瞎子 但是老头对自己屋熟悉啊 走几步摸一下 横梁就知道自己的位置 很快就抓住了小白脸 Dash当他准备开枪 打死小白脸的时候 枪里没子弹了 然后小白脸登翻橱柜 把老头压住 女主角跟小白脸互相喊对方名字 终于俩人碰到了一起 之后借助一点点光线 又返回了屋子 可是老头的狗狗此时出现在屋内 我那个去的狗哥 你是怎么进到屋里来的 狗狗疯叫着向他们扑来 二人只好跑上楼躲进一间屋内 用柜子挡住门之后 本想跳窗逃走了 可是窗户却被铁栏杆封住了 此时老头回到自己屋 从床底下拿到左轮枪 就去撞房门 小白脸压住柜子 让女主角透过通风管道先行逃走 随后老头撞开一条缝隙 狗狗钻进屋来 一个飞扑把小白脸从窗户给顶了出去 刚才的铁栏杆呢 小白脸摔到一块屋顶的玻璃上 老头查下面开枪没打中 小白脸却把玻璃击碎 小白脸最摔了下去 紧接着老头下楼寻找小白脸 小白脸在工具房拿到武器 就想跟老头拼命 可是近身肉搏小白脸又岂会是 这位伸手矫健的老头的对手 几拳下去就把小白脸打懵逼了 然后他拿起旁边的大剪子 送小白脸归西 而在通风管道内的女主角 后来也被老头抓住 老头把她绑到地下室 女主角苦苦求饶 老头说那个女的夺走了我女儿的生命 所以我就得让她再给我生个孩子 我这好不容易把种子给种上了 你们又害我误杀了他们娘俩 所以你现在要接替这份工作 给我生个孩子 哦 原来如此 怪不得那个女人死的时候 老头那么伤心 老头说完就用剪刀 剪开女主角的裤子 然后 当你刚想看见点啥激情画面的时候 老头他喵的 竟然取了点自己之前冰冻好的经验 打算直接注入女主角的价体 不那个是吧 你有点新鲜的不行吗 好像这种东西对于老年人来讲 确实有点不太容易生产新鲜的哈 这时小白脸活了过来 拿着铁锤一下子把老头敲晕在地 然后女主角生气的用老头的经验口爆了他 两人把他靠起来 女主角要报警让这老头蹲一辈子的监狱 可是小白脸说如果咱们偷了这么多钱 又报警的话 警察同样也不会放过咱们 要钱还是要老头蹲监狱 你选吧 女主角大意凛然的说 要钱 果然跟我的选项是一样的 但是就在小白脸开门准备离去之际 老头也不知道怎么挣脱开了手铐 拿枪毙掉了小白脸 女主角赶紧夺门而逃 心想逃到外面你压就没辙了吧 可是他忘了老头还有一条狗狗 狗狗死追着女主角不放 女主角一路狂奔在跑进车的瞬间 狗狗把他装钱的包给咬掉了 这钱在外面 女主角也舍不得丢下钱开车跑啊 于是他就把狗狗引到车内关起来 然后自己下车背上钱准备跑路 这时老头突然出现一拳将女主角歇翻在地 然后拽着他的头发脱回了家里 当你以为这是一个悲剧结尾 老头最终获胜的时候 没想到女主角还留有一手 他启动了房间的警报器 巨大的警报声使老头无法辨别女主角的位置 然后女主角用翘棍对着老头一通猛击 老头摔进地下室 左轮枪也掉在地上 还补了老头一枪 然后女主角背上钱赶紧跑路 警车随后击到 后来女主角通过电视新闻得知老头没死 但是老头并没有报财产失窃 所以结局就是女主角可以带着巨款逍遥法外了 OK影片至此结束 我想知道老头既然在家里绑架了个少女 那为什么还要在家里装有报警器呢 这就算人家来入室抢劫了 你不是还是不敢报警吗 自己吃哑巴亏 最后败鱼报警器我都替你可惜啊 好吧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同学们的收看 我是好诗 咱们下期再见 好诗之前的公众号不用了 怎么关注好诗新的微信公众号呢 首先点击微信上面的搜索框 然后点击公众号 在搜索框中输入好诗解说的拼音 最后点击关注就好了